好 下面我们来进入这个专题六 叫用导数来研究函数的性态 以及求最大最小值 那么这个专题尽管内容比较重要 但是基本上这个题目我们都能够解决 因为这个地方不管研究哪一种性态 它都有相应的法则 你比如单调性 凹凸性怎么研究 极值 拐点怎么找 最值怎么求 这都是固定下来的 对不对 所以唯一能改变的或者能出点花样的在哪里 就在这个地方 函数二字上 它可以把这个函数编得复杂一点 比如什么函数呀 变上线积分函数 比如什么函数呀 甚至分段函数 甚至密质函数 对不对 包括常规的隐函数 参数方程函数 更不用说了 对吧 函数的形式是各种各异的 所以就导致这个题目呢 它也比较灵活一点 好 那咱们对这个专辑首先做一个梳理 先看第一点 如果我是连续函数 而且呢 在这个区间上 除了有限个点 除有限个点以外 我导数都是大于零的 那么推函数单调增 所以这个地方要理解 有限个点之外满足导数大于零 那么这些点干什么呀 答 这些点可能导数为零 可能导数为零 这些点也可能干嘛 也可能导数没有 也就是说呢 你只有个别地方 导数达到零 个别地方导数不存在 其他地方导数都大于零 下结论还是单调增 这是这个定理的使用 再来第二个 那就是从增变减是极大 从减变增那是极小呀 这个我们所熟悉 好 再来第三条 第三条怎么说呢 说如果函数在这个点取极值 你取极值 导数呢 导数不是零 就是不存在 所以以后找极值 就是奔着两种点 第一个 找导数为零的点 第二个 找什么 找导数不存在的点 两种点 那就行了 再来 那第四个 怎么研究我到底是不是极值呀 除了刚才的单调性 改变 判别是极值 还能用什么办法 用二阶岛 看 一阶岛为零 二阶岛不是零 你一定是极值呀 而且二阶岛小一零 你是极大 二阶岛大一零 你是极小呀 好 以上是单调性 与极值的问题 再往下 那就是凹凸性 与拐点的问题 这样回答 如果一阶岛 是单调增加的 或者说二阶岛大一零 那就是什么呀 那就是凹的 如果一阶岛是单调减少 或二阶岛小一零 那就是什么呀 那就是凸的 这是凹跟凸的判别 那凹跟凸的分界点 叫什么 叫拐点 前方注意 得是什么样的凹跟凸 连续 得是连续曲线 凹跟凸的分界点 才叫拐点 换句话来讲 拐点一定得是一个连续的点 极值点不一定 间断点也可能是极值点 但是拐点不行 好 那第七个 就是找拐点 那我怎么找拐点呀 围绕两种点 二阶岛为零 和什么 和二阶岛不存在 围绕这两种点 找到可能的拐点 然后干什么 然后加以判别 那怎么判别呢 第八条说了 二阶岛为零 三阶岛不为零 我就是拐点呀 这就是判别方法 好 这是凹凸性和拐点的内容 最后 那就是最大最小值的内容 那如果想求一个连续函数在B区间上的最值 我们知道连续函数在B区间一定有最值 你有我才能求呀 那怎么求 第一步 先求内部的点 哪些点 求内部的注点和不可导点 这是解决内部 好 然后呢 再解决谁 再解决端点 再把端点 两个点找到 最后干什么 最后大家加以比较 比较以上所有点的函数值 然后下结论 最大的就是最大值 最小的就是最小值 这是最一般的程序 找到三类点 最后加以比较 但是呢 考研喜欢考一种特殊情况 什么情况呢 就是我们这个要点时 这样说的 连续函数 如果我只有一个机制点 只有一个 那么这个机制点 就是最值点 不用判别了 它就是最值点 而且如果这个点是唯一的极大 你就是最大 如果是唯一的极小 你就是最小 这个地方需要注意两个条件 一 得是什么函数 连续函数 二 得是什么样的机制 唯一的 好 那么以上就是咱们在这个 强化阶段 甚至是更早的基础阶段 咱们已经掌握的这十个 这个定理法则要点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 带着大家通过真集 把这个专题过一下 好 首先我们看讲稿的例 这个呢是2016年 数二数三的一个选择题 四分 考了一个图像题 说 假设小F 我是连续函数 说了 我是连续函数 导函数如图 这个当年呢 画的不太合致 你明明说是导函数的图像 这就写成谁啊 写成F1 那可能更好一点 对吧 这样不容易 不容易混淆 F1 导数给了 为函数有几个极值 曲线有几个拐点 来咱们一起回顾一下 找极值找拐点 永远两步走 第一步 是不是先找点 先找到所有可能的点 找点 第一步 找到所有可能达到极值的点 来 我们找一下 那找点 找哪些点 大家想 是不是找一阶岛为零 和什么 是不是和一阶岛没有的点 那我把它标记一下 这个点叫X1 这个虚线点叫X2 这个点叫X3 这个点最高点叫X4 这个交点叫X5 五个特殊点 好 来找点 那么一阶岛为零 咱们找到谁了 一阶岛为零 来找 找到 导数为零 我找到了X1 这个点 还找到了谁 是不是还找了 找到了X3 这个点 还找到谁了 还找到X5 这个点 对吧 还得干嘛 是不是再找 还得找导数没有的点 那么导数没有 找到谁了 看 一阶岛要想没有 是不是找到了X2 所以大家找点 找到了四个可能的点 X1 X3 X5 导数没有 又找到一个 叫X2 好 四个点 然后找完干什么 找完 再来第二步 加以判定一下 是不是去判定 你得判定 你找到的这些点 到底是不是极值 是极大 还是极小 你看 X1 X3 X5 X3 这四个点 有几个极值点 利用什么 是不是利用那个 第一判别法 第一判别法 是不是检查 单调性改没改 那单调性改没改 就是检查导数变没变号 那你想 X1这个点 两边导数变没变 变了 由正变负 所以X1是 是极值 还有谁呀 X3呢 X3这个点 两边导数变没变 变了 由负 变正 所以X3也取极值 再来 X5呢 X5两边导数没变号 说明它不是极值 再来 X2呢 X2的两边导数也没变号 所以它也不是极值 所以根据判别法 只有两个极值点 X1和X3 这两点是极值 好 极值解决了 再来解决拐点 那么拐点呢 完全一样 拐点也分两步 第一步 干嘛 找点 又开始找了 找哪些点 找二阶岛为零 好 咱们看看 二阶岛为零 在这个题中 让你找到哪些点了 二阶岛为零 说明一阶岛的切线 是不是就水平切线 对吧 切线就是导数呀 好 那你发现 要想水平的话 这个二阶岛为零 有几个地方 二阶岛为零 是不是这个 X4这个点 是不是切线是水平的 你看 这个地方 切线不是水平的吗 X5这个地方呢 是不是切线也是水平的 所以找到两个点 一个是X4 一个是谁 X5 这两个点 二阶岛为零 然后呢 再来还得找谁 还得找 二阶岛不存在的点 二阶岛不存在 找到了谁 那你想 X2这个点 一阶岛都没有 那你一阶岛没有 二阶岛更没有呀 所以找到了三个点 那找完以后 干什么 需要加以判定一下 来 判定 我到底是不是拐点 那么怎么判定 判定是不是拐点 也有第一第二法则呀 第一法则 是不是检查 凹凸性改没改 对吧 第一判定法 检查凹凸性改没改 那大家想 凹凸性改没改 那就是什么呀 是不是 二阶岛变没变号 你即止是看 一阶岛变没变 变没变号 拐点是看 二阶岛是否变号 那你想哈 二阶岛变不变号 跟谁一样 跟一阶岛的单调性变没变 单调性改变 是否完全一样 那么这个道理吗 你二阶岛变号 一阶岛单调性改 一阶岛单调性改 二阶岛就变号 所以那这个地方就反映出 一阶岛单调性改没改 来看X4这个点 请看 X4这个点 两边一阶岛 是否单调性改了 单调性由增变解 说明二阶岛由正 是否变幅了 所以X4是一个拐点 所以这样的话呢 我们推得 推得这个X4 逗号FX4 这是一个 那再来 还有谁呢 还有X5 再看 X5两边 这个凹凸 这个一阶岛单调性改没改 那你看 X5两边 是不是一阶岛由减变增 说明二阶岛变号了 说明我呢 也是拐点 说明X5 X5 FX5 这也是拐点 再来 最后X2 那么X2两边呢 你发现 X2两边 左边一阶岛单调解 右边一阶岛单调增也改变了 但是呢 大家还是要好好体会一下 通过这道题 想一想 极值怎么走 怎么找两个步骤 拐点怎么找两个步骤 都是先找再判定 先找再判定 这样呢 好 这个图像题 我们就说到此处 再往下来 看几个解答题 看讲稿的第二题 这个呢 是2010年 数一 数二的一个大题 求这个函数的单调区间 与极值 那显然这个函数 这叫什么函数 是不是变上限积分函数 对吧 那要利用导数 那所以呢 我们得对他求导 首先 看 fx 可以写成谁 把它改写一下 是不是写成x的平方 这叫1到x的平方 以1为底 负t方 再底t 再减 这个以1为底x方 然后呢 这是t 是不是e的 再来个负t方 负t方 再底t 好 这样写方便求导 于是来 对他求导 小f的导数 前面按照前导后不动 那就是2x 1到x的平方 e的负t方 再底t 再加前别动 x的平方 后求导 e为底 负的x的四次方 多个谁 上限导2x 再减 后面求导 x的平方 以1为底 负的x四次方 多一个上限的导 那是不是应该叫2x 叫2x 所以这样的话你发现 x方2x x方2x 消掉了 所以这两项就没了 它来消掉 所以导数只有这一个积分 那么导数等于它 那往下要找它的极值 或者说单调区间 是不是先找分界点 找到分界点 那咱们看 有导数为0 有导数为0 咱们知道有哪些点 x1取谁 是不是取上下限相等 取负1 x2取谁 是不是让x取0 x3取谁 是不是让上下限相等 取个1 所以这道题 单调区间的分界点 就是它三 正负10 或者说呢 极值最多就三个 正负10 那么这三个点 到底答极大极小 怎么办呢 我们一般这样建议 如果这个点比较多 建议大家 采用一种列表的形式 列个表格 不容易混乱 比方说 咱们也列一下 好 大概的列个表格 把它画一下 列表格 这三个点 把整个区间 分成了四个区间 好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们认为这是x的范围 这个地方呢 我们认为这是一阶岛的符号 这个认为我们认为这是fx的值 好 这三个 那么第一个小区间 从哪到哪呢 显然从负无穷 是不是先到负一 到这一段 然后呢 经历谁 是不是经历负一这个点 然后呢 负一再到谁 负一再到零这个点 然后呢 又经历谁 经历零这个点 然后呢 零再往下走 零再往下走 走到谁 是不是走到零跟一之间 零一 然后呢 再经历谁 是不是再经历一这个点 再经历一 最后一个是谁 最后一个区间 那显然是不是一到正无穷 一到正无穷 好 这样呢 就把这个表格 所有的范围都找到了 然后呢 往里需要补这些空白 比方说 在某 每一个区间 我导数是取正 还是取负 那直接影响到我是增 我还是减呀 好 咱们看 如果是在这个区间 负欧穷到负一 导数取什么 你要盯着看 这个地方才是导数 这是咱们的导数 就是这一项 2x乘上一个积分 如果x比负一小 2x小于零 2x小于零 但是x比负一小 x方比一大 从小到大积分 这是正的 一正乘一负 说明我干嘛 我是小于零的 所以这个地方 我是负的 我就干什么 担定要减少 负一这个点导数取零 导数取零 那这点导数取零了 负一到零呢 负一到零 2x还是负 负一到零是由大到小积 是不是积分还是负 负负得正 那正要得个正 那单调什么 单调增 那由减变增取什么 这个地方是不是取了一个极小值 这不极小吗 通理 那零这个点导数是几 导数是零 那零到一呢 零到一2x的取正 但是积分取负 因为由大到小积 所以他取负 又干嘛 又单调减 由减变增 什么 这个地方取了极大值 最后一这个点 导数还是什么 导数是零 一到正无穷 显然2x的取正 积分取正 全是正 正成正还是正 单调增 那又取什么 又取迹象 你看通过这个表格 一目了然 增减区间和极致点 所以我们就下决论 推 哪里增 哪里减呀 所以这个负无穷 到负一 这个区间 是单调减 还有谁 这个零到一 还有零到一区间 都是单调减 再来 哪里单调增 找找 单调增 是不是负一到零 跟这个一到正无穷 这俩区间都干嘛 都是单调增 好 增减区间找到了 再来 那极值呢 找 极小值有两个 正负一 F负一 其实跟F正一 咱俩相等 都等于几样 你看 F正负一往里带 正负一不就是上下 现在相等了吗 就是几样 都是零 他们取什么 他们取极小值 取极小值 那还有 还有个谁呀 还有F零 F零 大家需要往里带一下 F零往里带 一到零 是不是零减T E的负T方 F零 算一下 那是等于负的 给一下 F零是负的 一到零 然后呢 这是T 这是E的负T方 再底T T乘上一个E的负T方 再底T 你把这个积分 用分 错微分 错一下 结果是二分之一 然后呢 一减个一分之一 那这个点取什么 这个点 它取了极大值 取极大值 这样就把所有的极值 和这个增减区间 全部找到了 所以列个表格 这样呢 不容易出错 好 这是当年10年的考试真题 考的是变现积飞 研究性态 那么再往下 我们再看2017年 数一又考了一道题 还是数一数二 那这是什么函数求极值呀 这是个隐含数呀 你看 隐含数 我怎么求极值 来 那同样求极值 都是两步走呀 第一步 先找点 那来 由原来的方程 叫X三次方 再加Y的三次方 再减3X 再加3Y 再减2等于0 由这个方程 咱们知道 需要求导 因为得找出那些点 求导 这个地方是3X方 再求导 这是3Y方 再多一个YY 再减个3 再加一个3YY 然后呢 等于0 然后呢 我们要找令谁 是不是令导数等于0 那么令导数等于0 你找到哪个点了 看 令导数为0 令导数为0 找到两个X 是不是X等于正负1 X1等于负1 X2等于谁 是不是等于正1 所以我找到两个点 那找到以后 需要干什么 找到以后 我是不是需要研究 这两个点 到底是极大 还是极小 那怎么研究呢 隐含数 最好用第二法则去研究 也就是要找 它的二阶导如何 所以来 咱们再九导 前 再九导 那这个段就是6X 再九导 是不是前导后不动 前导是6Y 再来个YY 后别动 还是谁 YY 再加 前别动 3Y方别动 后面九导 是Y2 再加 最后九导 3Y2 等于0 然后呢 代入 什么代入 代入 对于X1 等于负1 那则 这个点的2阶导 等于几 往里扔 负1这个点 往里扔的话 这是负6 1阶导是0了 不用考虑了 1阶导是0 那就是负6 再加上 那X的取负1 那Y是几 我们把Y也写出来 把Y也看一下 找一下Y X的取负1 往里带哈 X的取负1 那Y1是几 看 往里扔进去 X的取负1 这个地方就是负1 再加Y的三字方 X的取负1 那就是加3 再加3Y 再减2等于0 所以这样呢 负1负2和正3 全部底掉 负1 正3 负2 底掉 所以Y呢 Y是不是只能取0 因为Y 踢走 Y方加3 所以Y取0 对于这个点 则发现其二阶导 等于几 二阶导 那往里带 好 看一下 Y呢是取了0 Y取0的话 这就不用考虑了 那就是负6 负6 加上三个二阶导 等于0 所以二阶导 等于2 2干嘛 2大于0 2大于0 所以说明 负1这个点 是个什么值 是不是极小值点 极小值点 好 再来 对于第二个点 X2取1 那Y2取几 我让你带 如果X的取1 看这个地方 是不是1加Y三方 再减个3 再加3Y 减2等于0 也就是Y三方 再加3Y 减个几 是不是减个4 要等于0 Y三方 加3Y 减4等于0 那所以Y是谁 你看 这是个三次方程 我们不会解呀 但是我们会什么呀 我们会肉眼观察 你观察没有 这个方程的解 就是Y等于几 是不是Y等于1 那不是Y等于1吗 有的同学老师 那有没有其他的Y 而Y等于1 是他的解 那有没有除了1 这个其他的解呀 我说没有了 为什么没有了 有的话你帮我找 你找不到 你找不到就是没有呀 对不对 就算有你也写不出来呀 事实上 这个地方是个唯一的 就这一个 怎么说明呢 你用导数去研究 这个方程 它只有这一个根 所以Y只能取1 那么这个时候发现 我1这个点的二阶岛是谁 来找 X的取了1 这是6 6加上Y也取1 是不是6加个6个二阶岛 等于0 所以二阶岛取负1 干嘛 效益0 效益0啊 所以都找到了 于是这样就下结论 故 故Y负1这个点 负1这个点刚好达到0 是什么值 是极大值 这个叫达到极大 还有 1这个点 达到几 达到1 那它取什么 它反而取极小 极小值 说完了 Y1等于1 这个Y1 这个Y负1等于0 这个反来看 Y负1等于0 二阶岛大于0 取极小 它取极小 二阶岛大于0 它取什么 它取极大 这是当年17年 这个理工类考的一个大题 你看这种题就考10分 考隐含数 来求这个极致 用第二法则来判别 好 那么再往下 除了隐含数 还有什么含数呀 还有参数方程 也能考极致 那你看2011年 数学就考了这么一道题 参数方程来研究极致 那完全一样 单调性极致 凹凸性和拐点 那同样求导数 好 先求一阶岛 Y对X的一阶岛 背公式 一阶岛 那就是Y对T球岛 比上X对T球岛 那比一下 Y对T球岛看下面 X对T球岛看上面 自己求一下 觉得结果 给个结果 叫T方减1 再除以T方加1 再除以T方加1 这是一阶岛 那么竟然二阶岛呢 Y对X的二阶岛 这不用含糊了 二阶岛 是一阶岛再球岛 那换句话来讲 就是拿一阶岛对T球 一阶岛叫T方减1 除以T方加1 对T球 再乘以T对X球 这是公式嘛 好 化解的结果 叫4T 再除以T方加1的三次方 T方加1的三次方 好 一阶岛二阶岛都球完了 那要找分界点 来吧 由一阶岛为0 找到谁了 由一阶岛为0 我们推 T有几个 是不是T1等于负1 T2等于正1 所以 这个增减区间 那就是从这两个点开始分 那再来 由二阶岛为0呢 因为要找拐点 或者说研究凹图形 凹图形也得找到分界点呀 由二阶岛为0 二阶岛为0 我们又找到哪个点 这叫T3 等于几 等于0 好了 三个T找到 所以接下来 要用这三个T 是不是把整个区域给我划分一下 来 又干嘛 列表 当点比较多 大家最好列个表格 不容易出错 好 看这画这个表格 好 我把这个表格 打开来画一下 好 这是T的范围 那这是X的范围 这是一阶岛的范围 这是二阶岛的范围 最后呢 那这是二阶岛的范围 好 于是咱们看一下 这是T T从谁 跑到谁 T呢 当然是 从富无穷 先跑到这个富一 还是这三个点 对吧 然后呢 T再达到谁 T再达到富一 然后呢 T再从富一 跑到零 然后呢 再达到零 然后呢 再从零 跑到几 是不是从零 跑到一 然后呢 T再达到几 再达到一 最后T再达到几 是不是T再往后跑 T再从一 跑到正无穷 从一 再往后跑 跑到正无穷 好 这就是这个大的表格 把表格列出来 然后需要补空白 那就是研究导数的正负 来回答 这个增减区间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 咱们这个地方 所写到的 都要写谁的范围 要写 X的增减区间 要写 X的凹凸区间 你不能写T 所以我要把谁写出来 我要把X的范围写出来 那你想 T从负无穷 达到负一 X达到几 看这个位置 是不是X跟T 有个约束关系 那你发现 X跟T之间 是一种什么关系 显然单调增 咱俩单调增啊 咱俩单调增 那是不是T取最小 我取最小 T取最大 我取最大 那你想 T如果取负一 这个地方 取负无穷 他达到多少 T取负无穷 他也达负无穷 但是T取负一 他达几 T取负一 是不是负三分之一 正三分之一 抵消 剩个几 剩个负一 所以这个题巧了 T取负一 他也取负一了 所以这个地方 X的范围 也是负无穷 到负一 好 那再来 T取负一呢 T取负一 X的也取谁 是不是 X的也取了负一 好 再来 T从负一到零 达到几 T取负一 X的也取负一 T取零呢 你想 T取零 往里带 X的达到几 X的达到三分之一 所以X的达到三分之一 好 那T取零 X的达到三分之一 好 T取零 X的达到三分之一 再来 T从零到一 X从三分之一 那如果 T取一 往里带 带的结果 叫三分之五 好 T取一 我取三分之五 最后呢 T取一 我取三分之五 T取正无穷 我也取正无穷 这一点很关键 要由 T给我写出 X的范围 因为我们是研究 X 好 然后往里补空白 那么这个地方叫一接倒 对吧 这叫一接倒 这个地方叫二接倒 T如果比负一小 一接倒如何 看这个地方 T小于负一 T方 这明显就比一大了 比一大减一是正的 所以这个地方 一接倒取正 往里带 那这个地方 一接倒取零 再往后带 我就把这个答案补一下 大家呢 自行的往里带 T取负一到零 T如果在这个范围 看这个位置 它怎么样 对吧 这个地方 T在负一到零 带的结果是负一 带的结果是负的 T取零 这个一接倒呢 T取零这个地方 这是负一到零 负一到零的话 T取零 这个一接倒还是负的 T取零到一 一接倒还是负的 T取一 一接倒取零 T取一到正无穷 一接倒取正的 把它往里带 带入 那么在这个范围 二接倒如何 再往里带 T小于负一 这个二接倒呢 二接倒找一下 是不是二接倒这个点 还是取负的 然后呢 负一这个点 二接倒取负 负一到零 二接倒取负 零这个点 二接倒取零 零到一 二接倒取正 后面二接倒都取正 都取正 好了 如今把一接倒二接倒都找到了 所以就推啊 我的增减区间是哪里 那增减区间写一些看看 凡是一接倒大于零的 都是增区间 找到谁了 一接倒取正 一接倒取正 两个增区间 但是千万注意 这个增减区间要写谁的范围 写谁的范围 是不是一定要写X的范围 切记 要写X 不能写T 要盯着这一轮去写 对吧 这个地方是X的范围 好 所以我回答 增区间 那就是负无穷 到负一 在这个区间上 还有谁呢 一到正无穷 一到正无穷 我函数是单调增的 那在哪里单调减呢 你看 负一到零 然后零到一 这个零点还是负 刚好取负 所以说明呢 一直从负一到一 负一到一 我都是单调减少的 好 增减找到了 再来 那么极大极小呢 再找 极大极小 增减区间分界点 那你看 这个地方一接到取零 那是不是由增变减 所以负一这个点取得极大值 所以Y负一这个点 把负一往里带 那就是T取了负一对吧 T取负一 Y取几 T取负一 T取负一 这是负三分之一 跟正三分的底调 T取负一 那刚好是正一 所以这个地方取到正一 它等于一 这叫极大值 所以它答极大 那再来 还有哪个点 这个点 一这个点 是否左边导数取负 右边导数取正 它是单调 由简便增 所以Y一这个点 这个应该是Y几 Y三分之五 要写X的范围 所以 X取三分之五 这个点 取三分之五 等于几呢 那你想 X取三分之五 相当于T取一 那如果T取一往里带 三分之一减一 再加三分之一 那就是负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地方取到了负三分之一 它叫什么 它叫极小值 这个也找到了 再来 那凹凸区间怎么找 看二阶岛是否变号 二阶岛的正负号 你看这个地方 负负负 那从负无穷一直到零 那都是干嘛 二阶岛都是负 所以负无穷到零 这个区间都是负的 说明我是凸区间 对吧 应该是从负无穷到几 从负无穷一直到 要写X的范围 负无穷到负一 负一 负一到三分之一 应该写三分之一 一定要写X的范围 所以负无穷到三分之一 我都是凸的 再来 那三分之一以后呢 你看 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五 三分之五 三分之五到正无穷 这个区间 我二阶岛都是正的 所以我是凹的 所以三分之一到正无穷 我区间都是凹的 这个地方是凹区间 再来 那所以拐一点呢 O跟2的分界是谁 二阶到负跟正 是不是零这个点 那T取零 X达到几 是不是X达到了三分之一 所以X达到三分之一 那Y达到几 X的取三分之一 是T是零 那如果T是零 Y呢 Y也是三分之一 所以这个地方 Y也是三分之一 我是个什么 我是个拐点 拐点得写成点的形式 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 就是拐点 好 那么以上呢 就是咱们整个这个 整个这个 11年参数方程的这个解答题 那你看 在考场上 这个过程还是蛮复杂的 对吧 过程还是比较融杂的 列个表格最好 把这每一个范围找到 而且这种题千万要注意 你一定要会把 这个T的范围 演变成X 就是从这个地方看 T跟X是有关系的 你利用这个关系 由T的范围 给我进一步写出X的范围 咱俩是互通的 对吧 最后落比都得落谁 都得落X 因为我们研究的是什么 研究的是Y 等于YX 这才是字变量 要写它 这一点 切记不能写T 好 这是参数方程 来研究函数的性态 我们就说到此处 再往下来看 关于渐进线 和这个最值的两个问题 看讲一 例五这道题 这个呢是07年 数学123的选择题 给了一个曲线 问渐进线有几条 那你想 求渐进线 它有程序 回顾一下 第一条 先找水平 对吧 先考虑水平 水平要考虑什么 是不是考虑 XX取正无穷 甚至X取负无穷 是不是两种情况 但是这道题 要不要分正负无穷 要不要 那你想 哪些情况需要分左右呢 三种类型 第一 是不是分段函数 分段点 分段点得分左右 第二谁 是不是E的无穷大 第三谁 是不是R个Taneta无穷大 这两种类型 也得分左右极限呀 我们这个题 刚好出现了谁 看 是不是个EX 这不刚好出现了 E的无穷大吗 所以得分左右 分左右 来 由于 X取负无穷 或者正无穷吧 X取正无穷 这个Y 这个极限等于几 看看 X取正无穷 那拿过来 X取正无穷 那这个地方呢 就是X分之1 再加上Loy E再加个EX 好 极限等于几 那前面极限等于0 后面这是E的正无穷 E的正无穷 是正无穷 所以等于正无穷 不存在 说明什么 说明这没有 说明在这个右边干嘛 说明右侧 没有什么 没有水平 那右侧没有水平 右侧可能有斜呀 对吧 所以右侧考虑斜 那再来 看看左侧 X取负无穷 这个Y 等于几 是不是 X取负无穷 那正当于X分之1 再加上Loy E再加EX 这个极限等于几 前面永远是0 那如果X取负无穷 这是不是就是E的负无穷 E的负无穷是个0啊 那么0啊 Loy 那还是0 所以这个地方刚刚是个0 刚刚是0 那说明左边呢 说明左边 左侧 有水平 对吧 左侧有水平 好 再来 第二步考虑谁 考虑牵直见经线 再来 牵直见经线 牵直见经线 要盯着哪些点 咱们总结过呀 牵直见经线 是不是要盯着没有定义的点 对吧 那些分母达到0的点 比如这个地方 哪个点 是不是0这个点 所以我们要看X 趋向于0 这个地方 那请问 要不要分0正跟0负 不用分 因为0这个点 你分什么呀 这是E的零次方 E的零次方 又不是E的无穷大 你得是E的无穷大 才去分 这个左右极限呀 所以直接算 由于 极限X趋向于0 这个Y 等于几样 是不是 X趋向于0 这叫X分之1 这叫X分之1 再加Long1加个EX 等于前面显然 是不是等于无穷大 后面E的零次方是1 1加1Long2 Long2不影响 那还是无穷大 说明我有没有牵直 说明有 这个地方就是牵直 有牵直 最后考虑鞋 建计线 但是鞋建计线 咱们只用考虑谁就行了 只用考虑谁 你想嘛 左侧已经有什么了 它左边已经有水平了 左边有水平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左边已经没有谁了 左边肯定没有鞋了 因为我们知道鞋跟水平 同一侧是不能同时存在的 但是呢 你右边没水平 所以右边可能有鞋 所以我得考虑什么 我只需考虑X取正无穷就行了 这一点得懂 不用做一些无用功 只需考虑正无穷 那来 由于X取正无穷 这个Y比X等于几 看看 是不是X取正无穷 Y比X比一下 Y比X那比的结果 是不是有1除X的平方 再加上这个Line 1再加EX 再比上一个X 那么这个极限 三大短音级 前面这个地方好算 前面平方分的1就是0 后面呢 后面大家可以用 洛比达法则 无穷比无穷啊 你比一下 结果是个1 这个调是个1 1当谁用 1当K用 好 且 再算 X取正无穷 是不是 Y减个KX 那么Y减KX拿过来 就是X取正无穷 Y就是X分之一 再加上这个Line 再加EX 再减KX 那就是减X 那么这个极限有没有 当年好多同学 就是这个极限没有算对 或者说根本就不会算这个极限 到这往下做不动了 那首先我们知道 这一项达到几 这一项是不是达到0 这不用考虑 关键是这个减X 这个地方怎么处理 减X 好 有一个小技巧 大家把这个X写成谁 把X写成Line EX 这样 那这不就是Line减Line了吗 对不对 那你想Line减Line写成谁 诶 是不是X取正无穷 写成Line相除 是不是E加EX 再出个谁 EX 显然是不是Line Line就是几 Line就是零 零就是谁 零就是B 这说明什么 所以这种情况下说明 我是有 就是右侧 右侧有什么 我有斜坚进性 所以做完了 一共左边有水平 有一个千值 千值就是这个X当于0 你看X当于0 好 有个千值 还右边有个斜 所以一共有三条践进性 当然选D就行了 你看这个题啊 考的还是很详细的这道题 考一般程序 还考水平跟斜 同一个方向不共存 还考一个小技巧 把X写成Line EX 你看这个题啊 07年的一个考试真一题 好好体会一下 那么关于渐进性 这个话题 我们就以这一道题 帮大家梳理一下 应该可以了 不难 最后来再看一个综合性的 求最大最小值的例子 这边是16年 数二数三的一个考题 给了一个函数 那你发现 这又是什么函数 这又是积分函数 求最值 那得求导数呀 那求导数 我们得拿掉绝对值呀 可是怎么拿绝对值 那你想这个地方要分清两个字母 一个是X X大于零 一个是T T在哪里 记住这个T永远在商下线之间 商下线是多少 这个T它就是多少 它跟X没关系 你X可以任意动 但是我T只是在零一之间 那在这个积分中 X当什么 是把X当常数看 对吧 来这样写 FX等于0到1 绝对值T方 减X的平方 再DT 再来个DT 在这个一步中 积分中 大家要把XX视为常数 对吧 因为对T做积分 所以现在X是当常数看 这是对T做T来研究呀 好 第一种情况 咱们想 要想去掉绝对值 这个T得跟谁比大小 是不是T得跟X比大小 这个T呢 是在零一之间 但是这个X是大于零的 那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 X比谁还大 比一还大 那你想 如果X比一大的话 会发生什么情况 这个T永远在零一之间 T永远在零一之间 但是X现在比一还要大 这要说明天生就是谁大 是不是天生就是X大 那这个时候呢 FX直接写 等一几 是不是直接等于零到一 写成谁 X方 是不是减个T方 是不是在底T 好 做积分 X当常数看 那么就是X方 再减个谁 是不是三分之一 再来第二种情况 那第二种情况 如果X也是在零一之间呢 X在零一之间 T也是在零一之间 那这个时候怎么比大小 是不是开始分界了 那就是从零到一个常数 到哪个常数呀 是不是从零到X 如果是这样写的话 是不是认为X大 T小 因为T在商下线之间呀 所以我怎么写了 X大 我得写成X方 减T方 X方 减T方 再底T 然后呢 再加上后一段 X倒一 这样谁大 T大 是不是T方 减掉X方 然后呢 再来个底T 大家把这两个积分 你得积一下 注意 这里面X都当常数看 好 我给一下 这个积分 大家积的结果 积一下 叫三分之四 好 这个积分 积的结果 我这样给 我把这两段合在一起 我最终合在一起 我这样写 合在一起 最终得到FX 来 这样写 第一段是几呢 第一段就是X的平方 减个三分之一 减三分之一 这是X比一的 如果是0到1 就是这个积分 这个积分 结果 记一下 叫三分之四 X的三次方 再减X的平方 再加三分之一 这是第二段 0到1的时候 所以我们得到一个函数 这叫什么函数 分断函数 对吧 那么分断函数 来找他的最小值 还得干嘛 求导呀 得求导数 来 求导数 分断函数 求导要分两个过程 是不是分断点 导数定义 非分断点 是不是直接求就行了 好 我们看看 那这个地方 再给一下 对他求导 对这个F进行求导 求导 第一段求导就是RX 那这是X大于1的时候 大于1 那再往下求导 这个地方求导 就是把三分下来 这呢有个4X的平方 再减个RX 这个地方呢 是0到1 这一段求等 对吧 然后呢 等于1这个点 有没有导数 得算一下 X等于1 分断点 要用导数定义求 那你想 导数定义求 求一下 右导数 就是右极限 那就是X取一正 X的平方 减三分之一 再减F1 F1是谁 看看 这个地方F1找一下 F1就是三分之四 减一 三分之四减一 还剩三分之一 再加三分之一 那就三分之二 所以那减个三分之二 然后呢 再除以X减一 这是右导数 这是三分之二 好 那你算一下 那就是X方减一 约分X加一 X加一就是几 就是二 所以右导数是二 再算左导数 X取左边 是不是三分之四 X三次方 减平方 加三分之一 再减个三分之二 然后呢 再除X的减一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减个谁就行了 是不是减个三分之一 好 三分之四减一 再减三分之一 大家用一下 洛比达法则 对吧 用一下洛比达法则 求一下 那么洛比达法则 求的结果还是二 这个极限还是二 所以我的导数就是几 导数就是二 所以一这个点 分段点的导数就是二 于是这样的话呢 就把这个导数整理清楚了 利用导数我就知道哪里答最大最小了 来 咱们看一下 好 来 开始找 找导数为零 找导数没有 它处处都可导 所以我只需要找导数为零就行了 那显然 令导数为零 由导数等于零 你会找到谁 X的大于一导数是2X不可能是零 X的等于一导数是二也不可能是零 只能在零到一的时候导数可能是零 找到谁了 由X的等于零 则我们会知道 这个导数等于零会找到一个点 叫二分之一 X等于二分之一 而且是个什么呀 是个唯一的这个点 这是唯一的 唯一的一个导数为零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点的二阶岛 这个点的二阶岛 那就是几呀 二阶岛 那不就是一阶岛再求岛吗 那就是谁 是不是就是8X 就是8X再减个2 然后呢 再让X取个二分之一 好 你往里带一下 这个二阶岛呢 8X的减2 那就是8乘二分之一四 四减二 这是个2 干嘛 大于零 所以说明什么 这说明 则说明X等于二分之一 是个什么 是极小值 而且是什么样的 是唯一极小值 唯一极小值点 那么我们有个结论 唯一的极小值点 就是什么 就是最小值 故这个点答最小值 F二分之一 往里带一下 F二分之一 往这个地方带 二分之一 那二分之一的平方 四分之一 乘四就是一 一减掉 往这个地方带 二分之一往里带 三分之四 乘二分之一的三次方 再减二分之一的平方 再加三分之一 带的结果是四分之一 所以他答到什么 他就是我们的最小值 做完了 用到一个重要结论 唯一的极小就是最小 那你看这道题啊 当年考的不太理想 关键是什么呢 关键是同学 这两步不会干嘛 他不会处理这个绝对值 他不知道分两种情况讨论 要X大于1的时候 绝对值直接就拖了 X在01之间 绝对值得分两次拖 对吧 你要始终搞清楚 在这个积分中 T在哪里 X在哪里 在这个积分中 X当常数看 只有在求导中 X才当什么 是不是才当变量看 所以什么时候是常数 什么时候是变量 得搞清楚 这是个分段函数 然后又找最值 唯一的技巧 就是最小 好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通过这样六个综合性的考试真题 你看 我这个专题选的都是什么 都是考试真题 对吧 都是真题 那就是想告诉各位 这个专题在考试中 它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考点 小题有 大题也有 但是这个专题 我们必须拿满分 因为这个专题不难 但是有计算量 你看这几个大题 每个题写出来 都需要一定的时间 所以我就这个建议各位 屏幕前的各位 这个专题 你找找大全解 一定要静下心来 自己完整的去写 千万不要认为 这种题我会 我也知道你会 但是能不能把它写全 写得快一点 这个不一定 需要做题 去把这个计算能力 抬上来 好 那么导书的用用 这个专题六 我们就说到此处 稍作休息一下 我们再去谈 专题七 证明不等事 这个话题